他们老将充满点评一阵见血 我觉得拿回去就搞血泥了 他们初来乍到却也毫不逊色 它那上面颜色我感觉做蛋糕有类似的技法 做糕点的那个颜色 看他们精彩分成 看他们唇枪舍战 再给你买个机票回二斤 所以能两方块钱 谢谢啊 你这样子只能买在市场 买个工艺品差不多 大型艺术品投资节目一锤定烟 请您持续关注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一锤定音 我是主持人朱毅 首先掌声欢迎今天过正现场的四位专家老师 欢迎17位夺宝人大家好 来自各行各业的夺宝人 今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全是男性 大家有这个不同门类 不同程度的各种见识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将在我们节目里边充分展现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哪位夺宝人能够坐在前排正中间的钻石夺宝席上 就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将会获得由天赋好品质紫轩葡萄酒 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演 提供的联合大奖 今天我们依然请来了现场的艺术家 为我们制作精美的艺术品 作为最后的大奖奖品 欢迎张先生 今天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件什么作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弦章 是寿山石到芙蓉石 制作的一枚弦章 智者乐 智者乐 上一次是仁者寿 和往常一样 我们有六件宝物 跟着他们的六位宝主 已经在我们的场外等候多时 他们的心中依然是在忐忑的状态 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件宝物 是否真的被我们的专家鉴定为真 一共有三组 每组只有一件宝物的描述 符合事实 需要各位把它找出来 首先了解一下第一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藏品通体以珊瑚红柚为地儿 上汇粉彩花卉 第足数红线年制款 宝主号称是二十世纪中期珊瑚红柚粉彩花卉文凭 一对造型端庄 图案描绘精致的瓶子 宝主估价二百八十万元 这件藏品内外通体诗粉青柚 胎至精粮 又曾丰厚 壮若凝枝 盘中花卉团 生动入微 金银如玉 宝主号称是元旦龙泉瑶 粉青柚折眼冷口盘 一对造型规整 比例匀称的盘子 宝主估价四十万元 年代和宝价都相差悬殊的两组藏品 究竟哪组才是货真价实呢 好的 各位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锤定音 第一组的两件宝物 宝主分别号称 他们是20世纪中期珊瑚红柚 粉彩花卉文凭一对 另一件是元龙泉瑶 粉青柚折眼冷口盘 各位请上前观看 好 各位现在准备好扇子 认为这对瓶子为真 举红色扇子 认为这对盘子为真 举蓝色扇子 三 二 一 好 第一轮 大家是怎么选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十比七 十人认为瓶是真的 七人认为盘是真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十二号 我觉得元代的龙泉瑶呢 一般的胎质呢 是相对比较粗糙 而这对盘子呢 这个柚呢 还有胎质呢 挺细腻的 我觉得像新的 不像是老东西 十七号 十七号跟十八号呢 是相声演员 一对搭档 你们可以 一对搭档 太好了 一场活 你们两位可以一块说 你们都认为这是对的 是吧 对 因为这个 这对瓶让我一看 有点这个民国时期 瓷器的这种感觉 它一看 让有一些特征 确实符合 但是给我的感觉 怎么看 怎么像是刻意做上去的 就有一些这个 上面的这个瓷摊上的黑点啊 让我感觉 加上去的生硬 不是涂上去的吧 就是钻上去的那种感觉 是什么 它那上面颜色 我感觉做蛋糕 有类似的技法 做糕点的那个颜色 烤花 是吧 你也就知道 吃的这上面的事 是吧 是 简直会的说 然后这个 瓶子不好 这个瓶子显得 这个太常见了 感觉不太像真的 就不如这盘子好 是吧 就是你们宁可相信 这是元代的盘子 不相信那是民国的瓶子 是吧 嗯 好 接下来我们请杨静荣先生 把正确答案输入电脑 有请两位保主 欢迎刘继欣 赵德友 两位好 你好 你好 比如说这俩上来 感觉也是一场活 是吧 好的 站在我右手边的是 刘继欣先生 您好 你好 您来自 哈尔滨 哈尔滨 这对瓶子是家里的藏品吗 这是老父亲收藏的 那是很长时间了吧 将近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时间了 也不算多长 但也不短 是 接下来是德育房 三十秒 跨宝时间 开始跨宝 红线款 橘红柚 迷屏 是 是继承清代传统工艺 是民国官邀瓷器 它继承 红线嘛 对红线 红线是 约世凯 约世凯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橘红柚是吧 橘红柚 橘红柚 橘皮 橘皮那红 是真的吗 你这个 这个是真的 民国的一般的 假的少 民国 谁去访民国啊 是不是 民国都不算文物呢 不算文物 还要这么一说 都不算文物 对 这是叫什么 民国官邀是吧 民国官邀 民国官邀 好 您这报价多少钱 二百八十万 二百八十万 好幸 有没有什么 依据 就是 您一说就是二百八十万 这是民国的瓷器 完了 它的数量非常少 你看它那盘子没有 我看了 它那盘子是元朝的 您信吗 元朝代我整个明白 我看得挺不错的 盘子还是东西很好 对 好 谢谢 这边是赵德友先生 您好 您好 赵先生来自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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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盘子也是家里收藏的 是黑米老仓友 就换 拿什么换的 拿个瑜企 拿瑜企 对 瑜企换的 经常有这种事 大家换来换去的挺好 那您的瑜似是真的吗 我因为是真的 是真的 这盘子呢 盘子我因为是真的 也是真的 但现在不好说 不好说 来 30秒的时间 请您夸保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的是 元龙船药 分清油 给亚龙口片一顿 盖盘 用后鱼地 为你赶尿墙 外观 弹雅油盒 用于清雨 一点印花绘稳 全都使用 做点油 做点中心油 期待稳 他也只见识厚重 值多净明 应该是 元六千万 不好意思 我们再找人翻译一下 翻译一下 反正这话 说给大家听懂 大家听懂了 好的 您这报价多少钱 一盒四十万 这听懂 四十万 您看他的瓶子怎么样 也挺好 他那个瓶子是 民国的 那个民国官窑 您信吗 那我没见过 不够 我看就我看 也不错 愿意换吗 换换换 也行 也行是吧 对 他愿意给你换 换吗 我不换 为什么不换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也挺不错 这个好是吧 好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二位呢 在不知道这个 自己手上的这个器物 到底是不是真的的情况下 不远千里把他拿到我们这儿来 首先对二位表示感谢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第一组两件瓷器之中 被杨先生鉴定 描述符合事实的那一件事 是 二十世纪中期珊瑚红柚粉彩花卉 恭喜你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盘子不是元朝的 它到底是明朝的 是清朝的 还是我朝的呢 我们要听一下杨静荣先生的讲解 邀请 您那个 这样东西呢 这一对盘呢 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做的 年代不是太久远 像这样的东西呢 专门选了以后 就是让大家提高点警惕 龙泉窑仿的 像这样的东西仿的 不是在房品里边属于中党 偏低一点的 有真正高仿的作品 呃 胎用 用的全是老料 呃 造型 纹饰 特别像 呃 有一段时间啊 各大拍卖行 都不敢上龙泉窑的 那个作品了 因为后来就发现这个 坊子已经达到了 特别 难以 鉴定的 区分的水平 呃 后来随着这两年 这个鉴定水平的提高呢 呃 现在 已经基本上能够分出来了 你坊子再好 呃 他也有 他上这个 呃 珊瑚的颜色是红的 那我觉得啊 拿回去就捣血霉了 所以呢 我出一个价 多少钱呢 83天 一个瓶子8300 两个瓶子16600 再给你买个机票回哈尔滨 所以呢 2万块钱 谢谢啊 我谢谢你 他说有梅花 是有梅花吗 这上面 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 有菊花 有菊花 哎 哎 这个 他说这价格你能接受吗 杨老师刚才也说了 不存在这个 真正的红线的瓷器 啊 他都是寄托款 寄托款 哎 两万块钱行吗 两万块钱我不卖 就不卖给他 是吧 11号刚才说这有 有有有道理吗 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人 嗯 而且是收藏家 所以人家开出来这个价格呀 他呃 他里边都给你打着埋伏 但是跟你在跟你商量 所以他看来还是有意要买你 他很喜欢这东西 我看出来 有有有 还是要买你这东西 我都抓着了 好好跟他上来上来嫁去 啊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封建时代的中国 瓷器见证着历朝历代王朝的命运 就连清末民初 昙花已现的中华帝国也不能例外 袁世凯逆流而行 复辟称帝 定国号红线 并仿向历朝制度 涉遇官窑 拨具款至红线瓷 然而随着短命王朝的覆灭 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中的红线粘制 真的不容小觑吗 袁世凯复辟时期 曾派遣对古玩艺术品造诣颇深的官员到景德镇 烧着了一批高级瓷器 堪比雍正乾隆官窑的坟采瓷器 因中华民国总统府设在中南海 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南海的居人堂 所以所烧此款为红色传书居人堂制和居人堂 而风靡一时的红线粘制 红线预制款的瓶钻等 则是一些古董商和瓷器工匠 为银河人们的猎奇心理并谋取高利 制作了大量房品 袁世凯虽利好红线并稍造官瓷 但所烧瓷器尚未完工 其地质便负面 因而所谓红线粘制 红线预制 并非不可小觑 而属子虚勿有 如今流传下来的 12号说的 12号说的 12号从创修的角度 说到这东西 本节目是由金利福珠宝独家特约播出 好的 接下来 第二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产品宝主号称是 清淡松年山水化山亮 作者松年是顽清实际的书画家 虽执政为官 但喜好书法绘画 其画作时而用笔豪爽 时而秀润可爱 宝主对这幅作品报价五万元 这件产品宝主认为是书童行书轴 作者书童乃当代自称一体的书法大师 他的书法宽薄断装 用别脑重 去各家各体之所尝 创立著名的书体 备受海面来推崇 保主报价十二万元 两幅书画藏片 哪一幅才是名家真迹呢 第二组的两件宝物 分别号称书童行书轴 和清代松年山水扇面 请各位上前观看 我们的奖品 依然是由天赋好品质紫鲜葡萄酒 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业 提供赞助 认为书童行书轴为真 请量红色扇子 认为松年山水扇面为真 请量蓝色扇子 请 书童的这个字呢 就算不懂书法的朋友 也应该都知道 电脑里边有一款字体 经常会看到 大家在做平面设计的时候 会用到书童体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 大家是怎么选择 在这一轮里边 认为书童行书轴为真的人 占绝大多数 有13人 而认为 松年山水扇面为真的 只有三人 老规矩 先问少数派 我们先问一下 二号王又学先生 我觉得是通这幅字吧 整体上看像 但是有个别字 写的有明显的毛病 哪些字 一个是 一个是 这个青 青 上面的那那那 两横那个地方 就是很别扭 奇怪 好了 少数派都问完了 我们问问多数派 多数派 金德先生 我觉得这个书童这幅字相当好 因为这个书法呢 整个的特别流畅 笔法用的相当有力 然后他尤其是要书法书法的 写的东西 他就有法 他每一个字呢 都有他的一个代表性 我还是赞成这个 这个书童字是真迹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金运昌先生 把正确答案输入电脑 有请两位保主 欢迎刘晓远 许杰 大家好 许杰人好 大家好 各位好 先来看一下 这书童历轴 刘晓远先生 您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电子商务的 电子商务 对 在网上卖字 开玩笑 这个 这是您什么时候收藏的 这个是我爷爷那时候 传下来的 您爷爷收藏书童先生的字 对 然后再传下来 对 在家里有多少年了 放了 这个据我所知 有二三十年了吧 二三十年 我知道这个事 应该有这个时间了 那当时是书童先生送的还是买的 这个我真不打算 不知道了 历史就不知道了 对对 我没有深究过 好的 现在你形势很好 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你 谢谢 谢谢 三十秒的时间 请你夸宝 书童先生的自幼喜爱书法 曾经系统的淋摸过历代的碑铁 并极仲仲仲之所长 谢谢 你好 主持人好 这位是来自浙江的许杰先生 许杰先生带来的这个我不太熟悉啊 接下来您要好好地介绍一下它是怎么回事 好吧 好好好 来 德育坊 三十秒 夸宝时间 开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青 松年 三水画面 三水画 然后呢 这个作者呢 本身呢 他是一个 当年是一个 先令 后来呢 不算全数 辞官了 回家专门研究这个 书画艺术 然后他的作品的特点呢 就是传承了儒家的这个 综合的这个理想的这种观念 所以他的画面呢 比较协调统一 这是他的最大的特点 好 报价多少 报价三万 三万 对 对 也就三个人支持你吧 你看见没有 是 我心都凉半截 我是你心都凉透了 没有 我是比较乐观 你看他那个书童那幅字怎么样 不错 蛮好的 他那是真的吗 这个不好说 因为老的东西嘛 看你还乐观什么 他那是真的都不好说 你乐观什么 你这是真的吗 我这个应该是真的 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来做这种 清代近一点的这些假吧 何况也不是多有名 对对对对 好了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金运昌先生宣布 本轮两件作品中 经金先生鉴定 描述符合事实的那一件 是 清代松年山水善变 恭喜你 好 谢谢 书童这是假的 请金运昌先生为我们讲解 今天呢 是两位山东地方官的作品 一个是清代的支县 一个是当代的省委书记 说实在的 我真希望书老那张是真的 不仅因为他是毛主席所封的 这个党内一支笔 红军书法家 名头甚大 关键呢 我们全体中国书法界都非常感谢他 他为中国书法立过一大功 就是啊 在当年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时候 受到很大阻力 那么是书老 以他高崇高的地位 仗义职严 把这个协会成立起来了 我们全体书法人 才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他有这么大的功劳 那么但是很不好意思呢 就是具体到这张字来说 我为什么对他产生怀疑呢 首先您忘记来说 这个应该是书老 恐怕五六十年代的作品 但是您看他的纸墨气息 没有那么六十来年的样子 另外呢 如果硬光来看 很明显的 有一些田苗天墨的地方 所以呢 但是呢 整个它这个布局也好 字的结构也好 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估计呢 它是一件很精美的 有本的临防品 我是这个结论 谢谢金老师 以上就是金先生的结论 谢谢您来到玉球定音 谢谢 下次见 在这儿啊 恭喜一号二号和十六号 只有你们三位进入接下来的竞价环节 其余所有人等 预备 转 把扇子全转过来 接下来三个人进入竞价环节 这个作品 我觉得它报价还是三万地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值五万 慈善家 慈善家 下一转 一号 方主您好 您好 您这个扇面呢 非常清秀 整个的给云感觉不错 比较提神 这又是加钱的节奏 这个 但是 但是 这个扇子呢 这个扇面用过 它这个扇国 勒出来这些地方呢 那个美感呢 就给人一种那种 承舊的感觉 特别惋惜 特别可惜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点呢 我得给你打个折 打个旧折吧 是吧 给你两万七 两万七 好吧 好 谢谢 过去的扇印呢 基本上实际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一把扇扇 这个扇坏了 扇旧了 但是呢 因为上面有名人的字画 舍不得扔掉 所以呢 古人就把它 精心的揭表成 扇业 您说的这种情况呢 确实存在 价格呢 因为没有 很少就是说 新扇子就把它揭了 所以呢 这个 就看您跟 保主的商量价格了 好 谢谢 谢谢金老师 好吧 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我建议你一会儿玩十秒多宝 我估计这厉害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松年 我国晚清时期知名画家 喜用鸡毫笔作画 独具一壳 自成一教 游善用水 顾其画作气月生动 秀软绝伦 深受人们喜爱 那么松年 为什么会对鸡毫笔情有独钟呢 鸡毫笔 是以公鸡脖子上的长毛 作为原料制成的毛笔 其性能软于养好 是毛笔中最软的一种 鸡毫笔进水后弹性差 很难控制笔风 而松年却用得得心应手 它利用此笔一吸水 不露笔风的特点 使勾勒处的线条 外似柔弱 实则筋骨内寒 转折处圆魂有力 而毫无霸汗之气 画面干湿自然 清秀明快 充满灵气 松年用墨赋予变化 用水游刃有余 通过对鸡毫笔特性的把握与运用 准确地掌握 墨与水在指尖浸润柔和的快慢 及变化规律 从而恰到好处地描绘出 山水之名绘 花鸟之生动 拦住之轻摇 画作鸣跨清新 栩栩如生 令人心旷神移 建于市场这么好 刚才爆三万 加个几十倍吧 是吧 各位请出价 出价结束 接下来你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 十秒夺宝 或者退出 因为所有的出价人 没有超过三位 所以根据我们的规则规定 你不能问价 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 现在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和保主的最终报价 显示在我们身后 你不要回头 好 请问你的选择是 价高者得吧 就这么招了 对 就这么招了 你觉得能有人超过六万 我觉得应该有 应该有 对对 最高价成交请回头 九万元 十六号 孙先生 我们来看一下本栏目合作的 三家拍卖公司 以及红玉博古安城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一万五千元 加个比是百分之六 贵了点 贵了点 好 看得出来 大家对这个作品 还是很喜欢的 对对对 三个人一会儿 都可以跟你聊一聊 好不好 好 感谢您带着 许先生带着自己的 这个藏品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几个专家 请教一下市场专家 邓丁三先生 如果是您 您会真花这个钱买吗 这是一个被大家忽视了的板块 就是晚清到民国 有一些画得非常好的画家的画 被我们忽略了 被淹了 但是呢 现在你要出这个价钱来买的话呀 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手上至少有类似 这种小名头的啊 至少有两百多个 我就高兴了 我这个投资就对了 因为这个现代市场 跟大家冷静地说 两万以内 不可能超过两万 好 谢谢邓老师 本节目是由金利福珠宝 独家特约播出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件产品以苗筋勾勒花卉的轮廓 以彩漆苗式花纹 使得产品整体显得斑斓绚丽 外里中心有双方圈苗筋 大明万利年制双行款 兼具实用机关上双重功能 保主认为是清白期仿明款苗筋花卉纹盆盒 报价三十万 这件产品 保主认为是明万利年间制造的火虫 它是中国古代的管状射击火器 通体以铜制制造 管体可有万利年间造的标志 经过岁月的洗礼显示出 它曾作为古代重要兵器的辉煌过往 保主保价两万元 两件形制与材料各异的产品 一针一讲 谁能慧眼时薄 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 最后两件宝物已经上来了 两件宝物都很厉害 都相当的精致 号称清晚期仿明款彩绘苗筋花卉纹捧盒 很大的一个盒子 我看了一下 能装九个月饼 非常大 跟现在很多月饼盒也很像 我面前这个更厉害了 这是号称明万利年造 火冲 火冲 火冲就是枪 火枪 啪 两件之中 只有一件是真的 有一件是假的 请各位上前观看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这轮大家想清楚了啊 想清楚了 刚才观察的也很仔细 认为捧盒是真 请选红 认为火冲是真 请选蓝 来 请 亮 扇子 看一看最后一轮大家是怎么选的 最后一轮 十比六 十人选捧盒 六人选火冲 十七号和十八号两位向上演员 每轮都选的是一样的 这俩真是团结 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吧 为什么要选捧盒 前两轮每轮听他的呀 都猜错了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呀 头死来呀 没经验呀 我们听听孙先生意见 来 你怎么是这样 这两个说实话我是吃不准 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 把咱们这个节目上的比较少 我是懵 我们节目头一回上这个枪 就算枪 来问一下六号 高大成先生选的是捧盒 为什么 我认为他那个具有年耐感 还有人家那个做工啊 也非常的精致 还有那个漆嘛 有的时候都有的裂了嘛 有的成为那个习皮文嘛 我们这大明朝火冲呢 你看他那上面有几个汉字嘛 写的特别有一种古意 万历二十八年造 对对对对 但是我到最后看看他那个 好像没有什么包疆嘛 没有包疆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广文先生 把正确的按摩输入电脑 有请最后两位保主 欢迎吴板后刘奇云 大家好 电视机前的新的朋友老师 您是来自合肯 吴板后先生 吴板后先生这件捧盒是家传的吗 不是收来的 多少钱 三千五百块钱 三千五 接下来三十秒 请你夸宝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新代反明代的 这个彩绘苗巾这个八宝盒 这个我就不会说 希望各位多宝人 有人的人就是 刚才过去 我不好吃 是不是 您都不好意思卖它是吧 希望大家 仍然在夺宝吧 谢谢 希望大家踊跃夺宝 您今天希望他的价格是多少 报价三十万 三十万 你当时三千五买的 现在希望三十万 现在十几年前 是九十年的 对 那份您拿那三千五 干点别的 现在不止三十万的 是不是 你这是真的吗 真的 你看它那个冲没有 看了 看了 你感觉那真吗 那个我看着还可以 但是年代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专家知道 年代您没有感觉 您这应该是真的 是吧 我自己应该讲 我自己看是真的 好 祝您成功 您好 谢谢 你好 帅哥你好 这有两个星期没见 是 也就两个星期没见 是 刘先生 来自秦皇岛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喜欢自己一桃子 哪多呀 这东西 这不摘多 而摘静的 我知道 我也想弄一个 挺好的这个 搁在家里 是 万历 万历 二十八年造 对 名神宗 是吧 来 三十秒的时间 夸老 大家好 我给您带来一次 明代火冲 这是达官贵柱 仿 仿 仿 用的 必分之物 希望您喜欢 谢谢 头一回看用了十秒就不说了 您说他是谁用的 达官贵人 达官贵主用的 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用 您就说我大明朝的时候 政府允许 有点钱的人就有枪 他这个东西吧 如果是百姓用东西 不可能这么精细 百姓用的是什么的 这个我看有长的 百姓用诸葛弩 你说这个是 这是达官有钱人用的 对 肯定是最最有钱的 他用上这个做工特别精细 卖多少钱吧 我的报价是两万 来十把 我的报价两万 我说来十把 我家一人来一把 两万元 你看了他那个捧盒没有 看 他那个怎么样 我也有几件漆器 但是 好像他这个没有碎的 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先生判断一下 应该是火冲 火冲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漆器这个东西 我也在那个甘肃那边见过 见过 见过但是新的 我对这个东西不是 这个铜的吧 这个小东西 也不能伪造它 伪造它玩干嘛 对对对 好 好 谢谢 大家的意见都在这了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张广文先生宣布 经张先生鉴定 最后一轮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符合事实的事 新晚期访名款彩绘 苗金花卫文碰核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这个火冲不是明万利的 那么它是什么时候造的呢 请教张广文先生 这个冲呢 从我们看起来呢 就是说它这个样式上面和我们了解的这样古代的一些记载上头有一些区别 另外一个呢 这上面有这个万利二十八年造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年款 这个款呢 是仿明代的样式的一个款 一看呢 在瓷器上有这样的一个年款 是吧 类似的款 这个字呢 明显的是一种模仿式的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上回真的就是假的 上回都没机会拿块表 送给您雷诺表 下次见 谢谢 下次见 恭喜您 猜错了 把扇子翻过来吧 谢谢各位 拦扇子 包价多少钱 三十万 三十万 各位请轮垂杂架 十五号 包主好 你好 这个漆核确实比较漂亮 但是它呢 是一个生活使用器 而且还裂了很多 我觉得最多给你三万 这个等于是人 它是有一点的 但是它有一点年轻的 对吧 这个老东西 它就是自然包价 它不是像那个人为作旧的那种包价 它看出来不一样 只要是寒假一看就知道 这得让张老师来评价一下 咱们现在 它目前这个程度 是属于自然的老化 还是说已经算损坏 这个列 这个列呀 应该是属于七戏的自然的老化 您比如说三十万 六十万我都给 但是您那个盒里得包十斤 那个筋子 我都给你 他是一个相声演员 您这样东西吧 就是本身来讲是一个实用品 然后但是是仿制 所以算是一件工艺品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给您这个我自己的报价的话 最多只能给您凑够一个五位数 就是最多只能给您凑够一个五位数 一万人多 而觉得这些 谢谢 你这样的 只能买在市场上 买个工艺品差不多 我估计工艺品现在好的 这个价位也买不到 就是现在新的工艺品 他呀 说出一个事来 这里的缺点东西 不是缺金子 而是缺那个船盘 这个不是里面带船盘的 不是吗 那他为什么要做成这个形制呢 他这个里面 他就是本身 他底形状就是八宝形的 他底呀 是平的 就是这个下边 而且呢 上面大 我们管他叫什么 这个这个天包地 是这样的 底下是平的 平的呢 一般的来讲 我们看到的啊 这里面呢 就这一类的盒子呢 里面呢 都会有一些 有的呢 是本身的漆的船盘 有的呢 可能配木头的 或者配一些玉的 高档的 是有这样的一种 搭配方式的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捧河是古代家居器物中 颇受藏家青睐的器具之一 近年来 捧河的市场行情 日趋热烈 在今年7月举办的 悉尼包汉斯 亚洲艺术主题拍卖会上 中国明代 玉制青花云龙纹捧河 更是成为了藏家的 精夺焦点 最终 以月和人民币 90.2万元成交 可见 捧河受欢迎程度之高 那么 这方寸的合体间 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魅力呢 捧河 是古代富贵人家 才有的器具 它做工精巧 材质多样 以瓷 漆 木 最为多件 河上面的文样 也极为丰富 山水 人物 花卉 虫鸟 走兽 都是捧河的主题纹饰 美观月木 赋予浓厚的艺术感染力 其精致的外观 使捧河成为了 礼盒的上乘之选 如古代的皇帝过生日 臣子赠送的礼品 就必须放在捧河里 呈送上来 显得隆重而又美观 与此同时 捧河不仅是礼盒 它还是可以隔热保温的饭盒 将食物放置其中 可避免食物太烫 导致的端拿不便 又能保温和防止漏沉 由此可见 捧河既可作为艺术品观赏 又可实用 是不可多得的 极艺术性与实用性 于一体的佳品 极具收藏潜力 因而深受藏将的喜爱和追捧 来 输入最终的报件 请出架 好 出架结束 接下来 保主请不要回头看 你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架直接成交 十秒多保 或者退出 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架 打在我们身后 你有三次机会来寻架 第一个问谁 十五号 十五号 王军先生出架多少 二十八万 好 谢谢 还行 这还行 第二个问谁 四号 四号 赵先生出架多少 我就出了两万五 两万五 好 最后一个问谁 一号 一号 一号也是王军先生 出架多少 出了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王先生爱省事 他出什么价 全是按一个数 得得得得得 得了 三个价格里面 我可以帮你验证一个 验证哪一个 高的还是低的 随便吗 随便 就帮你验证这个 多少 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五个三 五个三 不在后边 谢谢 你想想吧 这是什么情况 请仔细考虑 保主的三次本价 环节中 已知的最高出价 为二十八万元 但是据保主的最终报价 三十万元 尚有差距 此时这个情况 会影响保主的选择吗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你的决定是最高价成交吗 是 最高价成交 真的 真的 这不是我逼你的 所以哈 最高价成交 恭喜你 来请回头 最高价 三十一万 谢谢 比你的想法 多一万 十二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本来不合作的 三家贩卖公司 以及 红玉博国完成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十四万元 价格比 是百分之二百二十一 谢谢 十二号 在最后时刻 冲上了钻石 夺宝席 恭喜 十二号 夺宝人 刘新 这个价格比也不错 不算太多 是吧 百分之二百 所以成功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祝您交易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您来到一条金 再见 再见 对了我们听一下 市场关家 邓丁三先生的点评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虽然它那个给的价格低 但是我们看到近几年 在盘卖市场的起拍价 都高于这个价格 实际上呢 像这么大啊 因为它这个传照片 可能看不到大小 这么大一个盒子 正常的起拍价格 也应该在十五万以上 所以叫个三级口的话 到三十万左右 是正常的价格 至于那个提到的 中间那个断纹 那个根本不是问题 那个是一个年头的标志 我们看那个唐代的那个琴 里边那个断纹更多 行里叫舌辅断 一层一层的断纹 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东西买 应该是无有所值 非常大 少见 好 谢谢邓先生 祝您交易成功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颁发 今天的奖项 首先来看一下 有哪些奪宝人 三轮全部猜对 三轮 一个都没有 今天难点 稍微难一点 没有任何一位朋友 可以猜对 三件描述正确的宝物 不过 我们的最具眼光的 艺术品投资人 已经产生了 我们恭喜12号奪宝人 刘鑫先生 他获得了 由我们的现场艺术家 现场制作的 名文为这个 智者乐 智者乐 英文的贤章一枚 请张先生上台 为他颁奖 来 我们的奖品 依然是由天赋好品质 此先葡萄酒 和商务手表 领先品牌 雷诺表叶 提供赞助 好 恭喜刘鑫 谢谢张先生 谢谢 好了 各位朋友 今天的一锤定音 到这里 所有的内容都差不多了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所有同胞人的参与 感谢所有保主的参与 谢谢张先生 给我们现场 出够奖品 当然最后的掌声送给昨天现场的四位专家老师 辛苦了 谢谢各位老师 欢迎各位在每个星期的这个时候 和我们一起共同增长收藏方面的知识 广交各界朋友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锤定音 我是主意 下周见 都号称明淡龙泉窑的瓷器 到底赎真赎假 一件博物馆级别的朝中木雕板件 究竟会价值几何 刘老师您出个价了 让我买 15万以内 我肯定觉得不会 引寿时李下的马 适合处于市场的价值八点 但是这一锤 应该高 是个精品 一锤定音 敬请关注